北京时间6月7日中超联赛第二轮机进行 在此间结束了一轮比赛装 新赛季的中超给琼尼最直观的感觉 就是节奏慢 球员体能差以及犯规技术多 那么很明显这些特点正是中国男主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其实也很好理解两者的关系 毕竟国足队员都是来自中超联赛 所以说国足想要提高竞技水平一定要选择对准下要 只有更好的解决现存的问题才能让国足有理想的成绩 那么秉承国足节奏慢 球员体能差以及犯规次数多的原则来看 国足最佳教练团基本会是如下的配置 首先主教练可以让谢辉来担任支持他上任的理由如下 第一谢辉具备很强的指教魅力 他的上任会改变球迷对于国足的负面的看法 并获得更高的支持率 第二谢辉主导的战术是压着他 那么在这种战术下就能够改变国足进攻慢的 这个节奏慢的坏习惯 而通过谢辉在中超联赛上指教手球来看 他确实能够帮助平民对改头换面上球队 在这个比赛中更具备且很强的这个侵略性 其次杨克维奇可以担任国足的体能教练 支持他上任的理由如下 杨克维奇作为赛尔维亚级教练 他最看重的是队员们的态度和体能 那在杨克维奇指教国足月23期间 他就给队员们下达了体力 要求所有人的这个体质率比较低于10% 否则将无法增长比赛 因此来看如果让杨克维奇来当国足体能教练的话 他肯定会约束好每一位队员 从而帮助大家能够有充沛的体能 最后国足队员范围次数多的毛病 总体来看还是属于个人作风以及纪律问题 那么这时候让范之翼来严管国足的纪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毕竟范之翼在战术布置方面并不出众 他这个脚下技术的训练环节也不如其他专项的教练 但是他范大将军的这个称号不是白来的 范之翼具备话语权和权威性 那国足由他来管理纪律的话 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改变 那么当国足改变调语上的问题 族鞋则可以考虑签约一位外籍的战术大师来担任教练的各位居民 然后对此您怎么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看到